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怎么废话那么多 不就是周一吗 现在想起来了 我生日 你说说你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能逛 有没有良心啊 是我工作太同路了 我只是在夸你 我老大终于可以成长到 独当于面了 那有奖励吗 你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你怎么不吃啊 是我长得不行 你不能下饭是吗 正好相反 我觉得老大 已经出落得越发羞涩可餐了 你少肉嘛 你炒饭我做的 你害我 我天哪 还是这么反人类的味道 真的 我从以前就怀疑 你是不是味觉失调了 我吃啊 你猜对了 真的 你真的是味觉白痴啊 是为什么呀 是 天生的 是 天生的 还是因为生病 是一场意外 不过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你说嘛 我好奇啊 想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 无非就是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遭遇了一场事故 总之都过去了 虽然有后遇症 但也在慢慢恢复 是不科学 这狗粮一样的炒饭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白科上次你说的那个垃圾来比 是不是又进步了一大步啊 这也行 嗯 吃饱了 要不要去做做饭后运动啊 嗯 你看好了 今天在这栋楼里 你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 只要你喜欢 随便买 所以说 你说的放货运动就是 千万别跟我客气 一定买到尽兴为止 真的吗 我去收听牌等你 嗯 拜拜 去吧 谁也遭遇不了 只幸福的奇妙 发现自己一想到你 就听不了双笑 Doki Doki的心跳 爱真开什么模样 水也没放不了 这爱情的模样 发现无论做什么都 想要和你分享 生活的酸甜苦恼 爱慢慢来往上 不买了 嗯 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烧品这么累 你这也不成了 才刷爆一张卡就不行了 起来站啊少女 就喝了 什么 ener principle 的